在香港经营布匹生意的阮育园 她为了香港要回归的事情感到忧虑 所以 我们整家就准备来美国 我们两夫妇就在亲戚的雜货铺那里 自己做一份工作 由早上一路就做到晚上六七点 而且又要推米、瓜菜都很重 生果一箱都很重 你不是只推一箱 一推就要四箱 但是我先生那时候 他都可以应付到的 他的心都很开心的 然后接着就请律师 跟我们搞投资的身份 来了几个月他就中风 大家的亲戚一起 难免有些磨擦 唯有退出来 只有我自己留在这里工作 心里面其实真的很大压力 杰明在雜货店的日常运作之中 发现言语障碍是一个显著的问题 有一天有一个中年的男士 都是经常的人客 跟他聊天的时候谈开 哪里有英文读呢 最好要是早上八点、九点之前 要是晚上 我刚刚你问我 我在教会教英文 他们两个就开始来英文班 终于就有机会 踏入了教会了 杰明开始感染到 喜乐带来的力量 并且在稍后的时间 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 可惜就在这个时候 他又要面对另一个尋重的打击 1992年 当移民的消息 仍旧好像石沉大海的时候 软肉圆的健康突然起了变化 医生说他是有老细胞衰退 第二天会老人痴呆那种 加上又有幽屈症 看一次医生很贵 买药真的百几二百元 我怎么捱 只有我一个人 就担起这个家 和每天去工作 又要照顾他 也没有人帮 因为我自己一个亲人 也没有犯罪 杰明在好朋友的帮助之下 自行创业 在海味店的生意 占上轨道的时候 杰明竟然有这样的遭遇 当我回去开店的时候 看见我门口这么乱 好的东西拧走 那些异的东西 大袋的东西不可以拿 倒入这片滑水 那些东西 那时候他损失很多 自己也很辛苦 因为一天要做十几个小时 加上先生又这样 又加上店铺又这样 我很辛苦 心里面痛到背脊后面 杰明还要兼顾女儿升学的问题 要一个社交保障碟 我没有社交保障碟 去填 我申请不到大学 有一个晚上 想让自己跪在书 我说神啊 我真的不知道前面怎么走 我想知道我一会去 一会留 讨告后几个礼拜 杰明收到移民局的一封信 你是承认了 可以立法留在美国 我用社交保障碟 去申请大学 一家人 抱着抱头和抱 这个眼泪是一个欢喜的眼泪 我第一个时间就说 神啊 你听了我祈祷 我求你 让我有力量 怎样去支撑这盘生意 怎样去养大这三个女儿 求你给你的爱 爱我的丈夫 妈妈是很坚强的 我知道她是很倚靠神 有什么事她都会祈祷 而且我觉得她是不会给我们有很多抑制 她没有任何事 她只是依靠神 但是杰明丈夫的病情 就一日比一日严重 我就是没有停过 为她祈祷 希望 神开她的心 都好像我一样 接受耶稣 把自己的重担交给她 告诉她 神儿子又开始读大学 你不要担心 就是安慰她 是一次牧师探病的时候 我又做了一次和她传福音 我说你想不想接受耶稣基督 在你生命里做一个救助 当时阮先生很爽直地就说 我上 他说我上 我们最大的福气还是耶稣爱你 虽然我们现在暂时分开 将来我们会在天上 我们会相见 你不要怪我 她很安然的 真的这样离开世界 人 事物 环境 各样都会改变 但是唯一 耶稣的爱没有改变 永远都是爱我们